新聞畫畫畫 什麼心態其實就是覺得 可能是覺得說能夠有一個 看起來像白人的小孩 感覺上是不是他們感覺比較 小孩比較漂亮 不要比較有座位 是不是這種心態 不懂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少姓富山五十歲 現在他今天才幾歲 如果小孩娶到二十歲 他也七十歲 八老爺有 就不懂他的心態是什麼 老實講 我覺得我們社會上存在一種 有歧視的心態 這是事實 譬如說 如果我們看到她是 東南亞的國家的太太 嫁來這邊 我們就不會說她是混血兒 她也是混血兒 那你會覺得說她特別的可愛嗎 會覺得好可愛喔 捏捏她的臉頰不會 對不對 如果是跟黑人生了小孩 你會覺得說 哇好可愛喔 可是如果是真的一個 我們的男生或者跟西方的女生 或者我們的女生跟西方的男生 所生的小孩 看起來這樣他們白白了 像洋娃娃 你覺得真的很可愛 這其實社會上 都還是存在一個歧視的心態 對啊 就是我們也不會說 東南亞來的 就是生的小孩 就也不會說她是混血兒 今天媒體 就不會用這樣的標題來進行 我想回應鄭大哥剛剛講 就是說同志有結婚生子 傳宗接代的壓力對不對 那你剛剛說他們三個是什麼心態 有一點就是傳宗接代這個事情 我覺得對他們不是壓力 為什麼他們都已經有小孩了 對都有本國婚姻的這個小孩 邵姓富商生了一個兒子 一個嘛 OK了嘛 那郭醫師 郭醫師有一男一女 生了兩個 一兒一女 OK了 也OK啦 所以他並沒有那麼迫切的 傳宗接代的這個需要 而且後來警方 會再去收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他說喜歡混血兒 這個理由 你沒有辦法說喜歡到 要一直生的地步 你教他一下就好了 警察就覺得奇怪 你到底喜歡到什麼地步 所以還會再去敲 後來敲到這個東西 對警察來講是 其實他一直想公布給媒體 中間有討論過 可是後來選擇說 因為有點破案的感覺 所以還是必須公布 什麼東西 就是那種藍藍的那個方面 其實警察不太想公布這一段 但是因為他要解答這個問題 你看我們到現在都是一個問號 整個喜歡混血兒 實在是沒辦法替這個新聞 這個事件架一個助假 我剛剛特別講這個 就是說即使他們是同志 他們是同志 他們也已經沒有傳宗接代的壓力 因為這個部分他們已經是 如果說對他們的父母 已經是有交代了 那為什麼還要 只是因為很可愛 所以要生一個自己來養嗎 而且他已經是離婚了耶 離婚之後他還要多花一個心力 來照顧這個小孩 這是我們不懂的地方 還是說要拿來賣 有沒有可能是 很多同性戀他們有自戀 覺得他們自己比較漂亮 他們的基因比較好 他想要再找一個更優良的基因 把自己的基因延續下去 有沒有可能是這種 竹青鴻我在基隆聊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剛剛問欣欣姐說 我說出櫃這兩個字 是什麼意思 他剛才跟我解釋 他說 他說 譬如本來以前是躲在櫃子裡面 然後出來 昨天其實我們跟警察在聊的時候 他們說有聽到一個說法 就是說出櫃其實是以前男孩子 躲在櫃子裡面玩洋娃娃 他喜歡玩洋娃娃 結果他終於可以打開櫃子出來 玩洋娃娃 大家一看有沒有想洋娃娃 你有沒有覺得 他要提醒我一件事說 你有沒有印象說 你小時候你玩的都是洋娃娃 你不用洋土娃娃 也沒有玩台語娃娃 中國娃娃 你玩的都是洋娃娃 所以洋娃娃好像在台灣人 一些人的心目中 好像變成一個美 一個可愛 一個 你以前曾經有過的 躲在櫃子裡面 或哪邊玩的那種記憶 可是這個事情 震撼社會的原因 他們是特別喜歡洋娃娃 很多幼教的 或者是兒童心裡的 站出來 這個不可思議 就是已經要提出嚴正的這個 要大家面對這個事情 你那是玩娃娃 這是一個生命 是 這個小孩是大的 這個小孩是大的 他是要回去屋子別客 找他的媽媽 還是老在台灣 有生命的 他是有生命的 他們的心態 我們都是探討 他們沒有出來講 然後我覺得 怎麼那麼容易 可以代理孕母 這不叫代理孕母 這個不是代理孕母 他們是結婚 他們是結婚 他們不是代理孕母 所以如果要來做人工受孕 要經過什麼 你們有什麼驗證嗎 你的意思 就是沒有 沒有辦法驗證 今天假設說他來 他來說他要取金 然後要植入他太太的 或者是他太太的那個裡面 可是他取出來的金子 我們並沒有辦法去驗證 這個經驗是不是他的 就是那個郭信藥師 不是 進去裡面 進去裡面之後 他拿出另外一管 其實是郭醫師的 反正是連藥師 連藥師進去 結果拿出來是郭醫師事先給了他的 結果他交給醫生是郭醫師的 但是醫生沒有辦法從這個裡面去查 有有我想到 那你們裡面沒有裝監視器嗎 取金要怎麼裝監視器 要問唐山就知道嗎 這個我就有經驗了 因為我取金過 你老公取過金啦 你沒有啦 我老公取過金 好啦 打敗蜘蛛精打敗白褲精 因為那個時候 而且我們還好幾次 因為都沒有成功嘛 他是給你一個像果凍的盒子 然後你帶回家 希望你在家裡那個 你可以在家裡取金 然後然後呢 然後在一個小時之內要送到診所 因為不能超過一個小時 所以呢一個小時送到診所之後呢 他要清洗 清洗完之後呢 你大概是11點的時候 你就到診所 然後他植入 那植入之前呢 他好幾個試管 因為他一天要做好幾個嘛 所以我當時去的時候 那是一排架子 好幾管那樣子 然後他就拿一管 他說請看這管是不是 我說我哪有公安出來 這管是不是 他說 都保白的嗎 對 真的一管一管都在 然後我說 我怎麼看得出來 他說看名字 我說名字是對啦 我說名字是對 他說好 那就是這個了這樣子 所以以前有出現過有沒有 有 黑人直到白人 白人直到黑人的這樣 對 黑人你也是白的 都一樣喔 好害羞 都一樣 好嗎 對啊 沒有辦法去做那個驗證 所以有可能是說 我在家取那個金的時候 我根本就是拿另外一個人的 我到醫院 你沒有辦法分辨 因為我是太太自己拿過來的 對 那這樣是有空間耶 他是有那個漏洞的 他們說 可是如果你還要再去做那個驗證啊什麼的 整個時間會發 花費比較多 而且沒有辦法去驗 所以為什麼有人在 你要取金子的 然後再取你血液的 然後再去做比對 沒有辦法 現在沒有太多時間 所以為什麼有人在醫院裡面取金 就是因為他可能路途遙遠 他沒有辦法在一個小時之內 送到 那這種的就會在醫院裡面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真的是有空間 你們沒辦法查 對 因為那個時間的緊迫性啊 要慢慢去查一定是可以 可是你的排卵日又錯過了 你都是用人工受孕的嗎 這裡面是啊 他們講的是啊 是人工受孕 人工受孕現在一次多少錢 我真的不知道耶 那國泰醫院在收的錢 那我在國泰醫院做 我要做的話是在國泰醫院做 那我不曉得那收費 可是這個 這個物資別客的女生來 他取了那個醫師的精子 他們說是直接 打到子宮裡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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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有做過一些精液的篩選 清洗 把那個活動力比較好的 那個留下來 然後之後就把差不多 他1.5CC的精液 打到子宮裡面去 打到子宮裡面去 嗯嗯嗯嗯嗯 那 其實 有 你也是混血兒 混血兒其實在台灣 就是看起來很可愛 我們有時候看到的時候 都會故意捏他一下 你有沒有被捏過 有小時候常被捏 因為我覺得 我們都會這樣欸 哎呀 這麼可愛 這個這個這個 我有怕到過 爸爸是英國人 那媽媽是台灣人 對沒有錯 那時候 因為他過來的時候 因為外國人過來 他們覺得說台灣 是一個亞洲地區 他們都 有那種亞洲的憧憬 OK 因為那時候 剛打完二戰嘛 然後 他們都覺得說 到亞洲來看一看是什麼樣子 那剛好 我爸那時候來了 然後他就覺得說 欸台灣這地方真的很不錯 然後後來打算 在這邊定居這樣子 嗯嗯嗯嗯嗯 是認識你媽之後 才打算定居吧 呃其實他 萊亞洲 打算定居之後 才開始 為了定居 所以結識當地女孩子 其實我爸他的個性是說 他覺得是說 他心 他是說